并不是每次海滩旅行都是悠闲舒适的 因为有时你会在海滩上看到一些无法理解的恐怖生物 和难以置信的惊人事物 这些充满惊奇的神秘发现 如果不是青年所见 恐怕你很难相信它们真实存在 从困扰北欧各国的神秘方块 到万中无一的紫色沙滩 本期地球军就给大家带来了最惊人的20个海滩发现 新来的国家是最惊人的海滩发现 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二十个 神秘方块 在2012到2013年间 一种神秘方块陆续出现在英国 法国 荷兰 西班牙 丹麦和挪威等欧洲国家的海岸线 它们是一种古老的橡胶板 方方正正 看起来像是谁家仪器的真板 但方块上面刻着的名文TLPT 却又凸显出了它的与众不同 随着在海滩边 捡到相同方块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也把自己的发现 上传到互联网 就此引发了更多人 对方块来源的猜测 有的人认为这是船上的一种货物 又或者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 甚至有人怀疑 这是海底存在的外星生物 向人类发出的信号 众说纷纭 让方块谜团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经过两年时间的调查后 第一个发现石板的人逐渐解开了这一谜团 首先是方块上的字 资料显示 Tikapitir 这个词是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西南部某个村庄的种植园的名字 这个种植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专门生产古塔胶板 这种原始的天然橡胶 一般来自于东南亚 热带雨林的古塔波树 和南美的巴拉塔树 那么 这些方形胶板 是如何从印度尼西亚漂流到了北欧 很多人都怀疑这些方块 来自于20世纪初失事的某艘船之货物 而且很可能来自泰坦尼克号 不过曾参与泰坦尼克号残骸发掘工作的公司表示 泰坦尼克号上确实有古塔胶和成捆的橡胶 但沉船的崩溃还没有严重恶化到 会让古塔胶全部散入大海的程度 而根据两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 这些方块极有可能来自于日本宫崎丸号沉船 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开往伦敦的路上被德国海军击沉 2008年的一次打捞行动 可能释放了这些橡胶块 它们自此开始漂浮在大西洋水域上 直到今天 北欧各海岸线上的人们 仍然时不时地在海滩上发现这种神秘方块 但它们的来源却已经不再是一个谜 第十九个 外星人手骨 当你在海滩上发现一只 可能来自外星生物的手骨时 会是什么反应 2022年11月 你对夫妇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处海滩度假时 就被他们无意中发现的一只巨手吓了一大跳 据两人所说 这只骨兽如柴 目测有50多厘米长的巨手 是他们在海边散步时偶然发现的 他们拍照后还拿拖鞋对比大小 让大家知道怪手有多大 网友们对怪手的来源议论纷纷 有人认同外星生物的说法 也有人怀疑可能属于美人鱼 不过根据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的解释 怪手虽然看起来像外星人的手 但很可能是精类动物的身体部位 今天的它们仍然保留着几千万年前 在陆地上行走鲸鱼祖先的特征 这种形态特征在人类和两栖动物中均有发现 虽然差异很大 但基本结构都是五指之 证明几个物种的源头可能是一个共同祖先 第十八个被诅咒的瓜 在海滩上发现一个飘来的瓜 可能并不稀奇 但如果上面刻满了带有诅咒的名文 就另当别论了 2016年11月初 当一个被大头针和钉子刺穿 并且刻有奇异名文的瓜 在阿联酋沙迦市的阿尔汉海滩上被发现时 当地人彻底吓坏了 他们很快报警 并将其移交给了警方 直到沙迦伊斯兰事务部派来的神职人员将其销毁 据称他在将其销毁前 试图破译上面的诅咒文字 但最终并未透露具体用途 也许普通人会感觉有些小题大做 但在宗教信仰者眼里 无缘无故发现一个被诅咒的物品 真的非常可怕 第十七个 奇怪的绿色球体 2014年10月 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海滩 突然出现了成千上万个绿色小球 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绿弹 但要比鸡弹大上不少 而且外表还毛茸茸的 许多当地人和游客都被吸引过来 有的还拿出手机拍照 上传至社交媒体 人们对这些绿球的由来议论纷纷 但由于不清楚成分 所以都不敢轻易触碰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名生物学教授表示 这些球很可能是由一种罕见的绿藻形成的 迄今为止 它们只在世界各地出现过几次而已 成型原因可能是由于海洋中波浪的运动 就好像沙漠中的植物在风的吹动下 形成球体一样 这些海草形成球形 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 被冲上岸之后 也有可能会再次随着海风的吹动回到海洋去 有关绿色球体的谜团解开后 人们才终于放下戒备 重新在海滩游玩起来 第十六个 层出不穷的加飞猫电话机 过去三十多年来 一种亮橘色加飞猫造型的电话机 一直冲到法国北部 菲尼斯泰尔省的一处海滩上 让当地民众感到困惑不已 负责清理海滩的环卫组织也表示 自成立起的十几年里 他们几乎每次进滩 都会捡到加飞猫电话机的碎片 当地人一直怀疑 罪魁祸首是一只落海货柜 但层出不穷的加飞猫电话机 到底是从哪里流出的 却始终是一个谜 直到一名当地人指出 1980年代一场暴风雨过后 他曾经发现过一只货柜 一个探勘小组 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 原来这只装满加飞猫电话机的货柜 卡在一个只有退潮时可进入的洞穴 它的位置非常危险 在入口的大圆石下 他们还发现了23台完整电话机 有座机和电话线 但并不清楚货柜里还有多少电话机 也就是说 可能未来的许多年里 菲尼斯泰尔省的居民们 仍然会在海滩捡到许多的加飞猫电话机 第十五个 鬼船 在大海上的人最怕遇到的除了暴风雨之外 恐怕就是鬼船了 2016年5月8日 一艘名为Tamaya-1的巴拿马机游轮 搁浅于利比里亚北部海岸的罗伯茨港附近地区 被发现时 船上的人员和救生艇都已不知所踪 而且更诡异的是 早在2015年 日本发生地震海啸自然灾害时 这艘游轮就曾漂流至阿拉斯加海域 2016年 它又漂流到西非 在这之前 它还于4月22日出现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南边海域 距西非有1000多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 它是怎么漂流到这儿的 一系列诡异的问题 令人们感到不安 当地官员称 没有任何信息能揭示该游轮曾经发生 或可能发生了什么 目前的一种推测是船长破产 导致船员弃船离去 但这似乎无法解释它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 是如何去到一个又一个地方的 直到今天 这艘鬼船 仍然是许多人口中议论纷纷的谜团 第十四个巨龙头骨 2013年7月 一个巨龙头骨被冲上了英国多塞特郡侏罗际海岸的茶茅斯海滩上 这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惊讶不已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因天气太过炎热而出现了幻觉 难道世界上真有巨龙存在 出于好奇 一些人试着接近这个巨龙头骨 并且尝试弄清它的真假 就在被巨龙头骨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时 几名工作人员过来解开了谜团 原来它是专为爆火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三季创造的一个模型 高度大约12米 由三名雕塑家组成的团队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来设计 建造和绘制 最后才从伦敦运过来 连夜安置在海滩上 事实证明这场营销非常成功 如果不是有工作人员说明情况的话 这个巨龙头骨可能在很长时间里 都会成为当地人口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第十三个怪兽鱼 2021年5月 一条通体黑色的鱼被人发现张着大嘴 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拉古纳海滩上 由于壮如足球 牙齿和碎玻璃一样锋利 它被许多人形容为怪兽鱼 当然 这条鱼不可能真的是什么怪兽 经过检查 它被认为很可能是太平洋灯笼鱼 属于全球200多种安康鱼的一种 通常在海洋深处出现 这种生物的牙齿 像玻璃碎片一样锋利 且尖锐 它们的头部有长长的柄 且带有发光的尖端 可以在漆黑的水中引诱猎物 那张夸张的大嘴甚至能够吸食并吞噬和自己身体同样大小的猎物 通常磁性可以长到24英寸 而雄性只能长到1英寸左右 亲眼看到一条如此完整的安康鱼非常难得 但目前并不清楚 它是如何来到前海并被冲到海滩上的 海滩上长满香蕉是什么铁 2007年11月 来到荷兰泰尔斯海领导和阿姆兰岛海滩的游客们 都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绵延一公里的海滩上 随处可见一把把的绿色香蕉 据了解 这些香蕉原产古巴 尚未成熟 11月7日当天 普京此处海域的一艘货船遭遇风暴 6个集装箱坠入大海 其中至少一个裂开 致使香蕉侵入大海 许多居民一大早就来到海滩上看的究竟 当地航运官员比伦说 估计岛上每个人都能捡到一把香蕉 由于数量实在太多 所以一些当地居民建议把它们送到动物园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地处重要航线节点 而且常有货船丢失货柜 所以岛上居民早就对冲上海滩的各类东西见怪不怪了 人们来到海滩通常是为了享受阳光 大海和沙滩 但在2017年8月 英国诺福克海滩的游客们 却看到了一幅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 几根直径超过2.5米的巨型塑料馆横在岸边 成为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靓丽风景线 当地民众不但没有感到害怕 而且还纷纷上前拍照 有关当局说 这些管道是新的 原本将从挪威被运往阿尔及利亚 建造一个大型项目 只不过在半途中脱落了 它们并不会造成污染 但是如果突然滚动 或有人在上面走动 甚至是进入塑料馆玩耍 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说实话 像这么长的巨大管道 恐怕很少有人敢真的进入内部 毕竟里面一点光亮都没有 第十个 神秘金属球 2023年2月 日本太平洋沿岸的一颗神秘金属球 引发了当地居民 警察和军方官员之间的一系列猜测 据了解 这颗生锈的巨大球体 直径约1.5米 被发现在靠近日本太平洋海岸的 冰松市的恩州冰海滩上 当地居民将其称为哥斯拉旦 并且对这个无法辨认的物体 感到恐惧和困惑 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危险 当地警方起初担心这个神秘球体 可能是危险的爆炸物 但在排爆小组检查后 打消了这一猜测 为了进一步弄清球体的结构组成 当局还对其进行了射线检查 结果发现里面是空的 当有关他的视频 影像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时 人们很快对此议论纷纷 甚至有人猜测 他可能是坠毁的不明飞行物 不过很快就有一名海洋专家指出 金属球的表面 有两个凸起的手柄 是用来挂在其他物体上的 最有可能是一个脱离了原位 飘到了岸边的细薄浮标 并不是什么哥斯拉旦和不明飞行物 谜团解开后 当地人也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如果你在海滩上看到这样的东西 会是什么感觉 相信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会是恐惧 2016年 新西兰网友梅丽莎道布尔迪 分享了一段新西兰海滩上的 巨型藤壶覆盖体的奇景视频 并吃惊地向网友询问该不明物体的来源 引发了网友的热烈回应 据他所说 由于这个物体的外形实在太奇怪 他当时还以为是一头被海水冲到海滩的金鱼 而网友们则脑洞大开 纷纷做出猜测 答案包括毛利独木舟 沉船 艺术品 加勒比海象 金鱼以及外星时空舱 海洋生物专家则表示 该巨型不明覆盖体实际上 是新西兰7.8级地震后的产物 由于板壳突然隆起 海洋生物包括龙虾和鱼类被困在水中 而岩石或浮沐寿藤壶 海藻等覆盖后则被推出海面 形成视频中的巨型覆盖体 上面的藤壶名为鹅井藤壶 在中国又被称为狗爪螺 它的生长环境对水质要求很高 主要生活在海流交换较为频繁的岛屿 礁石缝隙里 微量元素高 而且味道鲜甜 有来自地域的海鲜之称 第八个 诡异的蓝色按钮 每当有极端天象过后 似乎总会有异常现象发生 一场破坏力极强的飓风过后 美国新泽西州的海滩上 就出现了大量来历不明的蓝色怪异生物 吓坏了当地居民 这些奇怪的生物看上去有种不真实 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美丽 它的中间是一个圆盘 周围是长长的蓝绿色处须 就像一个蓝色的钮扣或者按钮一样 事实上这种生物 本身就叫蓝色钮扣水母 是一种热带生物 飓风把它吹向北方 顺着墨西哥湾流来到新泽西州 但却不幸地搁浅在了沙滩上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它被称为水母 但其实并不是单独的一个生物 而是由一系列水溪类 和水母体组成的生命形式 因为看上去非常像是一个按钮 所以很多人都忍不住想按一下 但海洋专家警告说 它的处须有毒 所以最好不要触碰 虽然人们在沿着海滩散步时 经常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物 但有些东西 你真的不该打开 自2017年以来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湾沿岸 就开始持续 出现一种据称 是用来躲避邪恶 咒语的女巫瓶 就连墨西哥湾哈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杰斯也表示 自己发现了大约八个这样的瓶子 但因为妻子的警告 所以从来没有打开过其中任何一个 在人们对女巫感到恐惧的时代 他们经常会在瓶子里装上被诅咒的人 或动物的尿液以及头发 大头针和指甲等物品 但这些瓶子里装的大多都含有草药 树枝和叶子 有的上面还吸附着藤壶 表明它们漂流了很长时间 虽然如今的大多数人都不再相信女巫的存在 但介于这些瓶子可能含有潜在的生物危害 专家们还是建议最好不要打开 即使你并不相信这种古老的黑魔法 第六个 长手怪鱼 你见过最奇怪的海洋生物是什么 这只在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岛被冲上海滩的怪鱼 即使是科学家也为之感到震惊 这种奇怪的生物名为斑点长手鱼 属于极度宾威物种 最后一次在该地区被发现是在20年前 科学家一度以为它已经灭绝了 跟它们的名字一样 这种鱼用长得像手一样的骑在海床上行走 主要以海虫和甲鞘类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为室 它们原先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物种 直到20世纪80年代 由于近岸捕捞扇贝以及北太平洋海星入侵 破坏了它们的自然家园 这种鱼的数量骤降 在2005年以后 科学家估计斑点长手鱼的种群已经灭绝 野生环境中的个体大约只有2000 一些保护组织正在尝试人工繁殖 并且创造人工产卵栖息地 然后再把鱼放归野外 希望这样能恢复它们的种群数量 第五个 数百万的沙丁鱼群 今年1月 数不清的沙丁鱼群在菲律宾的一个岛上搁浅 几乎覆盖了整个海岸 把海岸线都染成了银色 当地人一大早就聚集在一起收集死鱼 据称甚至有一家人捕获了超过半吨的鱼 收获可谓惊人 而在大约48小时后 该地区很快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 这使得人们怀疑鱼群是否感觉到了 即将到来的自然灾害 从而慌不择路地逃到了潜水区 难道动物们真的能精准预判地震 一名当地专家表示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 动物可能会对前震或剧烈震动之前的轻微震颤做出反应 但关于动物是否能预测地震的研究还很缺乏 对于沙丁鱼群的大规模搁浅 他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一种被称为上升流的海洋学现象 即深海的营养物质上升到前海岸水域 引发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 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沙丁鱼 也跟随水体负营养化的水滑来到浅滩 然后最终搁浅 类似的情况以前在菲律宾的其他几个地方也发生过 虽然很多动物都有过长着两个脑袋的畸形个体 但双头鱼还是非常少见 2022年3月 巴西一名清洁工在圣保罗清洁海滩时 就意外发现了一条长相非常诡异的双头鱼 他赶紧将其模样拍下 并且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生物学家表示 每五对双头鱼只有一对能存活 属于非常罕见的现象 它们的情况与人类的连体双胞胎相似 有些各自拥有独立的器官 而且互不影响的运作 可以正常进食 游泳 但寿命比正常鱼类要短 目前并没有能将这种情况的双头鱼分离的技术 第三个 巨型浮沐 你见过这么大的浮沐吗 2010年10月 美国华盛顿西海岸遭遇了一股强风袭击 大大小小的树木被刮倒 然后飘到海上 一夜间又被海浪冲上海滩 其中最长的巨型山木达到60多米 粗约4米 一个身高正常的成年人 站在这段唐岛的山木前 简直像一个小矮人 不由得让人感叹大自然的惊人威力 值得一提的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不论是从人工砍伐或运输过程中散落 还是因风暴裹挟等自然力量的趋势 树木残骸一旦进入自然水道 就变成浮沐 被视为阻碍航行的因素 但一项最新研究却发现 这些浮沐实际上在漂流过程中 为众多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沉没后又成为深海物种的丰富食堂 并且还是海洋生态系统的能量来源 即使是在深海 也有15%的有机碳 是由浮沐提供 而且漂到岸上的浮沐 还能起到给河岸塑形 防止流水侵蚀的作用 第二个 燃烧的海滩 你是否见过海滩的裂缝处 不断有白烟往外貌 连台风带来的大雨也浇不灭它 就好像下面在烧火煮东西一样的场景 2018年11月 福建漳州东山县的某海滩 突然出现了罕见的自然现象 即使是连续几天的大雨 也没能使这些地火熄灭 有专家指出 这种自然现象实际上是泥煤自然的结果 实际上泥煤也被称为泥碳 是高等植物残体在净水和缺氧环境中 经过生物、化学等作用 由分解不完全的植物残体 辅植物和矿物质等组成的松散有机物质堆积物 多成褐色和黑褐色 而东山县海滩附近的泥碳层长度200多米 高度1至3米 年代估计距今约8000年 一位民间考古人士介绍说 他对泥煤也有一定研究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东山县的夏季高温期间 并没有发生泥煤自然现象 而这次的泥煤自然现象 却发生在秋季 实在是有为常理 根据目前的科学认知暂时无法解释 还需要更多的观察才行 第一个 紫色沙滩 帕菲佛海滩位于加州大苏尔中心地带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彩色沙滩 被列为全球六大彩色沙滩之一 这里有着丰富的寒蒙沙粒 会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紫色 它们与普通的黄 白色沙粒混合在一起 在沙滩上调出了奇妙斑斓的色彩 自然界中的紫色 是一种高贵而罕见的色彩 除了某些植物 紫色只存在于少数贝壳和宝石之中 因此 紫色沙滩曾一度与当地流传已久的 印第安酋长宝藏联系在一起 无数冒险家 淘金者跟随西班牙人的脚步 在加州南部海岸四处寻找紫色沙滩 却始终一无所获 直到上世纪中叶 无意中经过的注入工人 才又一次发现了这片宝地 值得一提的是 1968年 帕菲佛紫色沙滩 还被美国国家地理认定为目前发现的 地球上唯一一处紫色沙滩 不过如果要算上加拿大蜡烛湖公园 湖泊沿岸的紫色沙滩的话 它的这个称号很可能被取消 这里的沙粒可以呈现一系列色彩 从淡紫色到洋红色 有时甚至是粉红色 生动的颗粒看起来像艺术家的笔触一样 涂抹在海岸 成群地散布在岩石上 并在湖湾浅浅的水面下荡漾 地质学家解释说 当地地质年代古老 曾经盛产许多紫色的石榴石矿物 虽然这些矿物原本都深埋地底 但冰河的侵蚀作用 又让它们有机会重出地表 被河流带往湖泊后 通过潮汐作用累积在岸边 才呈现出了紫色沙滩的奇景 帕菲佛海滩的成群跟它类似 也是海岸上的紫色石榴石矿满 在千百万年间 由于风浪的不断冲刷 最终逐渐破碎 剥落 在海水的带动下反复撞击 研磨 才终于形成了这片极为细腻的紫色沙滩 好了 如果你喜欢更多有关海滩的惊人发现的话 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下上期的 20个海滩拍到的惊人画面吧 第二十个 巴伦西亚水龙卷 水龙卷俗称龙溪水 是一种发生在海面上的龙卷风 就连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 都很难看到这一自然现象 2016年11月28日 西班牙巴伦西亚海岸就出现了壮观的水龙卷现象 不少路人纷纷拍照录影记录下 这一罕见的场面并上船只网络 据专家推测 本次水龙卷移动速度达每小时50公里 喷口直径约50米 11月27日 巴伦西亚北部城镇苏埃卡和埃尔佩雷略因此遭到洪水肆虐 但幸运的是随后水柱朝海洋方向移动 未深入陆地造成进一步破坏 事实上水龙卷除了对游泳者和船上人员构成极大危险外 还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 所以当我们看到水龙卷时 一定要马上离开 因为它很可能在朝着你的方向迅速移动 第十九个 纳布勒斯不明飞行物 2022年1月5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城市 纳布勒斯的马特克劳斯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 据克劳斯所说 当天是周三晚上 他和妻子原本在海滩散步 但抬头时却看到了一道漂浮在空中的灯光 起先只有一道 但随后分为四个 并且变得非常明亮 除了一个禁止在原地不动外 另外三个迅速朝着其他方向移动 克劳斯无法确定这些漂浮的灯光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而且在大概15分钟后就消失了 纳布勒斯机场管理局表示 当晚雷达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但却指出可能是中国灯笼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灯光能扯到中国灯笼 但克劳斯并不接受这个说法 因为灯笼明显不可能在原地漂浮不动 难道真的是来自外太空的东西吗 一位航空专家表示 虽然只有1%的目击事件无法解释 但他不能排除克劳斯所看到的东西 来自这个世界之外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这些灯光真的可能来自外太空 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地方 第十八个 仿生兽 荷兰海滩出现了一种吃风长大 长着塑料肌肉的海滩怪兽 不过不用紧张 它们不是外星派来的先头部队 而是艺术家西奥詹森花了30年 创造的40多只仿生兽 从远处看这些仿生兽 可能被误认为是巨大的昆虫 或使钱猛马像的骨架 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是由塑料瓶 塑料管子 木头和一些PVC系管构成 仿生兽不需要引擎 传感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先进技术 它们唯一的动力就是风 只要在有风的海滩上 将仿生兽放在顺风方向 它就会自动行走 看起来就好像一排人类手拉手 迈着非常整齐的动作 向前骑步走 这一过程看上去非常自然 但是设计过程却非常复杂 西奥詹森需要对多种不同的动物 进行上万次的观察 然后利用电脑进行大数据运算 才能得出最精确的管材比例 在有了现在科技的加持后 新一代的仿生兽身上 还安装有探测装置 它们只要走到不平的路面 或者干沙就会停下来 然后往返方向行走 它们会躲避障碍与水洼 遇到风暴来临 还懂得打桩将自己固定住 既不会被淹没 也不会被风吹走 对西奥詹森来说 它希望这些怪兽 可以永远地留在海边 成为荷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第十七个 头喂鲨鱼 在蓝天白云 水清沙幼的马尔代夫 除了享受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 我们还能体验 惊险刺激的出海投喂活动 通常是鲨鱼或者魔鬼鱼 当然也可以两种都选 魔鬼鱼学名符分 虽然名字里有魔鬼二字 但其实它们非常温和 如果你害怕鲨鱼的话 就可以选魔鬼鱼 一般提前一天和酒店前台预定 第二天一早 按约定时间到码头就可以了 工作人员会提前准备好 整条的鱼或者鱼内脏 开船二三十分钟 你就会发现你的船边 已经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鲨鱼 或者魔鬼鱼 马尔代夫的水特别清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们游动 而且估计它们也习惯了 这个时间人类的馈赠 所以早早就等在这一区域 准备进食 游客一般刚开始 还会有点担心和害怕 但这么近距离地 看着它们大快朵鱼的样子 慢慢地兴奋 就会胜过一切 第十六个 火之眼 橙黄色的火焰 像熔岩一般跃出水面 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 即将来临 或者至少是科幻电影中 才有的场景 2021年7月2日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连接钻井平台的水下 管道发生气体泄漏 海面上燃起熊熊大火 虽然当局行动迅速 控制了灾难性的局面 并且也没有人员伤亡 但还是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为火场成圆形 网友又称之为火之眼 第十五个 轻推奖版的鲸鱼 世界上现存的鲸类 大约有九十多种 其中很多都体型巨大 但它们通常比较温顺 有的甚至会很友善地 与人类互动 2021年9月3日 一位摄影师 就在阿根廷 马德林港海岸 用无人机拍下了鲸鱼 用它的一只鳍 轻轻向前推动 讲版的惊人画面 从外形来看 这应该是一只南鹿脊鲸 它们一般体长15到18米 体重最高达80吨 因为性格温顺 且游素较慢 所以经常能发现 这种鲸鱼 和观金游客的互动 第十四个 沙雕艺术家 你知道什么是沙雕艺术家吗 不要误会 它们只是善于 用沙子制作雕像而已 沙雕是一种场面 宏大的大地艺术 通过各种手段塑造成型 其巨大的体积 让传统雕塑难以比拟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而且沙雕只能用 沙和水为材料 雕塑过程中 不允许使用任何化学粘合剂 所以其难度可想而知 印度艺术家 苏达山帕特奈克 就是一位出色的沙雕艺术家 他曾代表印度 参加过众多国际沙雕锦标赛 和世界各地艺术节 赢得了不少冠军 第十三个 冰淡海滩 一位摄影师 在芬兰西部海卢奥托岛的 一处海滩散步时 意外发现了一处 极其罕见的景观 整个沙滩沿岸 大约30米的范围内 堆满了冰球 或者应该称之为冰淡 密密麻麻的冰淡 堆积在海滩上 小一点的鸡蛋那么大 大一点的 甚至有足球一般大 拍摄下 这一罕见景观的摄影师表示 他在该地区居住了25年 但从未在此地 见过这样的景观 成千上万颗的冰淡 到底是什么 摄影师发到 社交平台上的照片 立刻引发了广泛讨论 有网友怀疑 是某种海洋生物的卵 一些人甚至认为 是某种超自然现象 一位气象专家表示 这种情况 其实只是适合的 天气情况下 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 就像石块在河水的冲刷之下 变成鹅卵石一样 冰在海洋中 也同样会有类似的情况 当天气变冷海水 开始结冰 而还有大风的时候 风和海浪 会不断拍打冰面 使其变成破碎的冰块 而在这个拍打的过程中 冰块之间 不断摩擦打磨表面 最终将破碎的不规则冰块 打磨成了光滑的冰淡 第十二个 海啸瞬间 有时山体滑坡 也会造成海啸 2017年6月18日 格陵兰岛峡湾 发生山体滑坡 引发海啸 席卷了这座人烟稀少的岛屿 西部附近海岸 随着水位上涨 一名渔民 开始拍摄记录 这一惊人画面 但巨浪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导致他们根本没有 固定渔船的时间 虽然三人成功逃离 并且都没有受伤 但当他们看到巨浪 拖着沿途所有船只 并在短短几秒钟内 侵入整个海岸时 他们还是感到非常害怕 那种情况 但凡逃跑的速度慢一点 都可能落个葬身大海的下场 第十一个 三十头海豚集体搁浅 海豚被广泛认为 是仅次于人类的高智商动物 但有时 它们也会面临 无法解决的困难 2012年3月 巴西里约热内卢 一处海滩 就发生了30条海豚 集体搁浅的事件 不过幸运的是 当时里约热内卢正值夏日 当好有大批游客 在海边享受日光浴 在海豚发出 长而尖锐的叫声后 人们意识到 它们是在求救 于是纷纷伸出援手 帮助这些可爱的精灵 回到水中 人们拉着海豚的尾巴 将它们拖入海中 不久后 努力似乎奏效了 海豚们朝着大海的方向游去 这充满爱心的荧幕 被一名游客拍摄了下来 并在社交媒体上 获得众多网友点赞 如果你在现场 会去帮助这些 可怜的哺乳动物吗 第十个 辛尼斯湖水怪 1977年4月25日 日本大洋渔业公司的一艘 远洋拖网船 瑞阳丸号 在新西兰附近的海域 捕捉到了一只 意想不到的庞然大物 它看起来既不是鱼类 也不像是海龟 而根据船员们的测量 这个庞然大物 足有十米长 重达两吨 当时船上的生产主任 石野先入为主的 就认为这不过 就是一具腐烂的惊事 他将这一情况 如实汇报给了船长 但就在船员用起重机 吊起这个奇怪的东西时 石野突然怀疑起之前的判断来 因为他身上没有 精类任何显著性的标志特征 比如须筋的巨大下颌骨 齿筋的牙齿 以及所有筋都有的骨骼 这么一个神秘的尸体 引起了众人的讨论 但没人知道 它究竟是什么生物 而由于当时 正处于尼斯湖水怪研究热潮 所以大家一致 将其称为新尼斯湖水怪 石野认为 这可能是一个科学发现 但船长为了避免船上的渔获 遭受损失 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其丢回大海 石野只能在这之前 拍摄了几张照片 并做了相关记录 而且还在怪物的 其处取下一块样本 大洋渔业公司 对这个不明生物 表现了极高的兴趣 他们甚至请来了 当地的一些学者 辨认照片中的尸体 但所有人都表示没有见过 而跟他的名字一样 绝大多数人 都将这个小头 长颈的不明尸体 与尼斯湖水怪相提并论 并且把它与 已灭绝的蛇颈龙 联系到一起 而根据怪物样本的 胶原蛋白总胺基酸分析 结果显示 尼斯湖水怪 与母沙十分相似 差异指数极低 仅有0.95 基本认定怪物 就是某种鲨鱼 而最有可能是母鲨 母鲨是一只 第二大的鲨鱼种类 仅次于金鲨 平均体长6.7到8.8米 最大个体超过12米长 重19吨 在事件过后许多年 陆续有一些 严重腐烂的母鲨尸体出现 其形态 基本都与辛尼斯湖水怪相似 进一步肯定了 大多数学者的结论 然而 大多数日本人 并不关注严谨的科学报告 人坚信辛尼斯湖水怪 是未知的怪物 或幸存下来的恐龙 第九个 加利福尼亚红蟹海滩 成千上万的红色螃蟹 冲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南加州的海岸 和各沙滩上 把南加州海岸线染得一片火红 这种生物入侵 对当地人来说 简直是一种灾难 它们的尺寸大约在2.5到7.6厘米大小 逆集成群 涌向海滩 政府部门 不得不在每个海滩雇佣大批人员 用大铁铲 把它们装进垃圾桶运走 以便把海滩清理出来 事实上这些看起来 长得像小龙虾的生物 并不是小龙虾 它们的学名叫做远洋红蟹 或者金枪鱼蟹 从1950年开始 人们就时常发现 这些长得酷似熟透龙虾的家伙 会时不时被大规模地 冲上美国西海岸 数百万只集体搁浅的远洋红蟹 不但吸引着公众的兴趣 更成为了众多其他物种的重要食物来源 但这天降龙虾宴的发生 并没有固定的周期规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学者们仍没能完全搞清楚背后机制 尽管它们看起来比较美味 但科学家告诫人们 不要吃这种螃蟹 因为这些野生的金枪鱼蟹 可能摄入了有毒素的浮游物 而且它们并没有经过食品安全检验 第八个 游泳骆 一直知道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 岂能忍耐即可 却没想到 它们在游泳这件事上 也是一把好手 这是印度古吉拉特邦 一种叫做卡莱的骆驼 跟其他骆驼不同的是 卡莱骆驼的背部比较圆 脚叫长和寿 脚掌也叫血 它们非常适应眼瞼沙漠环境 并以其游泳能力而闻名 因此也被称为游泳骆驼 卡莱骆驼主要以红树林为室 它们需要在海中有很长的距离 才能到达放牧区 通常一次游程超过三公里 即使是在深水中也是如此 放牧后 它们会立即饮用 岛屿洼洼地中收集的雨水 当水不够的时候 牧民就把它们带到 邻近的村庄去喂它们 遗憾的是卡莱骆驼正在消失 尽管很难找到确切的数字 但当地的一个 自然资源保护组织估计 卡莱骆驼的数量 已经从十年前的超过一万头 变成了不足四千五百头 红树林沼泽的快速工业化 和不稳定的降雨 正在破坏卡莱骆驼的栖息地 并将这一独特品种推向灭绝 第七个 沙壁 前面地球军介绍了沙雕艺术家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沙壁 2021年8月 人们在美国俄勒冈州 一处海岸意外的发现 沙滩上密布着成千上万个原型 扁平的生物 这些被潮水冲上岸后 死亡的生物名叫沙壁 音译的话就是沙钱 它们的外形大多成圆盘状 宛如一个银币 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据当地水族馆介绍 这些沙壁应该是在傍晚涨潮时 被冲上海滩 磕潜时它们还活着 但沙壁只能在海洋外存活几分钟 不久便开始干燥死亡 目前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尚不明确 而根据以往的经历 有些好奇的人 看到退潮后 暴露在沙滩上的沙壁后 会忍不住把它们捡回去制作标本 不过水族馆工作人员建议 游客们最好还是别把死掉的沙壁带回家 因为它们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再说回沙壁本身 水族馆介绍说 沙壁是海胆的近亲 它们的身体表面 也像海胆般被疾刺所包围 但它们的疾刺是细小 且成绒毛状的 而它们的嘴巴位于底部中央 嘴巴里有五颗小牙 可用来食用浮游生物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沙壁可能会分泌毒素 徒手抓沙壁具有一定风险 所以最好还是克制 想拿它们打水漂的念头 第六个 沙口逃生 2015年7月19日 在南非杰弗里湾举办的 世界冲浪大赛 发生鲨鱼闯入比赛 现场攻击选手的意外事件 澳大利亚著名冲浪运动员 米克·范宁在比赛期间 遭到大鲨鱼袭击惊险逃脱 整个过程被现场录像记录下来 当范宁正在比赛时 鲨鱼的巨大背脊 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名运动员回头看时 发现身后的鲨鱼 然后迅速做出反应 用冲浪板击打鲨鱼背部 成功将其击退 范宁事后受访表示 鲨鱼冲上来被他的脚绳困住 他不断猛踢并大叫 还直吵鱼被不停挥拳 才终于奋力赶走鲨鱼逃过一劫 第五个 巨蛇骨架 博外的一名网友 在使用谷歌地图搜索时发现 法国的西南部 有一条巨大的蛇骨架 根据初步估算 这条蛇骨架的长度 在30米左右 比地球上所有已知的蛇都要大 这一发现 立刻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一部分人认为 这是远古海蛇的骨架 甚至有人认为 蛇类不可能这么长 反而更像中国神话中的龙 而就在猜测越来越离谱时 终于有人找到了答案 原来法国西海岸的巨蛇骨架 实际上并不是30米长 而是130米 同时它也不是任何生物的化石 只不过是一个巨型的海蛇雕塑 在法国被称为 Luz Serpent the Ocean 这个130米长的海蛇雕塑 是中国艺术家黄永利 在2012年时完成的雕塑作品 被安放在法国的卢瓦尔河入海口 是法国南特旅游区的展示作品 雕塑主要有铝制成 造型是巨大的假想海蛇骨架 它的脊椎起伏着 以张开的嘴巴结束 跟附近的圣纳泽尔桥 形成了靓丽的风景 不过虽然它只是一个 普通的艺术雕塑 但以如此巨大的尺寸 想必也吓到过很多游客 第四个 巨型龙虾 剥多了一个小镇 一个自住餐厅 在寻找新鲜海鲜的过程中 发现了可能是 加勒比海史上最大的龙虾 但它的颜色 似乎已经是烹饪过后的 所以这很明显 是一个搞笑的恶作剧 该自住餐厅 也承认这本身 就是一次炒作 不过被骗的人们并不生气 它们反而感觉非常有趣 并且高度称赞 龙虾制作者的雕塑技巧 因为它跟真的龙虾 几乎一模一样 第三个 成千上万的鲨鱼 鲨鱼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 并不少见 每年它们都通过该地区北迁 曾经有多达 一万五千条鲨鱼 参与旅程 这些致命的海洋捕食者 出现在距海滩 不足三十米的海域 场面让人不寒而栗 据专家介绍 这些鲨鱼都是黑骑鲨 这种鲨鱼是一种 生活在热带 及温和海洋 以烈石珊瑚鱼为主的鲨鱼 由于其体型较小 所以并不认为是人类的威胁 通常当游客下到水中后 它们将分散开 并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佛州报告的 很多鲨鱼袭击 都是这种鲨鱼干的 但是它们从来没有 给任何人造成致命的咬伤 不过即使这样 上万条鲨鱼游进海岸 还是十分危险 所以官方紧急关闭了 各处海滩入口 禁止人们下水 第二个 十一只翻水母 如果在海滩上 看到成堆被放了气的蓝色 或者紫色气球 你可千万别以为 这是什么纤维艺术 它们是著名的 风之水手翻水母 这种生物 一般漂浮在 开放海域的表面 随着洋流顺风而行 利用坚硬的三角形风帆 寻找食物 但最近几年 每当风向改变 它们就被推到了海岸上 并最终再次丧命 2015年4月 约有十一只 类似水母的紫色水手 被冲到了美国西海岸 带给当地人 和科学家无数谜团 尽管这些水母十分漂亮 那些已干燥的风帆 就像透明的薯片一样 但还是别碰它们为妙 因为它们的表面 可能含有微量毒素 一旦触摸过后 揉搓眼睛 或者是敏感皮肤 你就惨了 而且在加州收集海洋生物 需要得到许可 否则就是违法行为 第一个 悉尼海滩怪物 2022年5月的某一天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 都被一段奇怪的视频刷屏了 悉尼的海滩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 令人惊恐的奇怪生物 还有人看到有身穿全套防化服的工作人员 在旁边进行检查 它好像是一个 有很多条丑陋触手的巨大章鱼 但是它没有头部 中间仿佛有一个血池一样的东西存在 有人猜测 这是通往异世界的大门 还有人晒出了这个物体的近距离照片 可以看到旁边 已经被插上了警告标志 很多人对此感到恐惧 而随着事情的发酵 一些网友们逐渐反应了过来 这哪是什么奇怪生物 分明就是一个热门电视剧的宣传活动 真相揭晓后 不少人开始大胆地走上前去合影 闹得沸沸扬扬的神秘物体 竟然只是个模型 只能说电视剧宣传官方的脑洞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能够唬住这么多人 足以证明它的逼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 20个海滩拍到的惊人画面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